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报道 小钟疑似有了新的对象 她被爆料与有台版三上优雅封号的女星林莎暧昧 甚至已经见过女方的家人 最近 女星林莎带着妈妈一起上了综艺节目 而林莎的妈妈在节目中爆出很担心女儿和前辈小钟擦出爱的火花 妈妈更透露林莎在过年期间还约了小钟和自己吃饭 不仅如此 发后小钟还陪着林莎母女俩一起散步 三个人互动感觉良好 对此 林莎的妈妈表示一起吃饭 一方面要谢谢前辈小钟照顾林莎 另一方面自己其实真的非常喜欢小钟 这时候主持人纳豆立刻当起没人 问林莎妈妈 如果小钟要追林莎 你会给她一个机会吗 林莎妈妈当场毫不犹豫地回答 小钟肯定是自己女婿的第一优先选择 可见她对小钟的喜欢 小钟首先过了岳母这一关 之后的事情就更简单了 去年7月小钟在社交平台放上与林莎的甜蜜合照 两个人在照片里互相搂住对方 头贴着头 林莎小鸟依然地躲进小钟怀里 令不少人都觉得这是在官宣恋情 小钟和林莎为节目组成CP 短短几天互动和合照就已经让网友脸红心跳 很多人都看好这对CP 在现实中真的擦出爱火花 但随后小钟透露 这是综艺节目综艺玩很大里的CP对战拍摄主题 不过今年又再次传出绯闻 不知小钟和林莎是否真的已经恋爱 其实已经单身多年的小钟 经常都在社交平台调侃自己是大叔 他也被台湾媒体称为演艺圈的倒数 第二个男朋友 不少网友说他是黄金单身汉 小钟在1971年出生 他曾经参加过歌唱大赛获得冠军 后来小钟在参加吴宗宪的节目 《超级新人王》时被发掘 后来就成为吴宗宪旗下 县县家族的重要成员 之后小钟和吴宗宪 小马刘根宏组成歌唱团体Shubidubi 但是在出第四张专辑之后 团体宣告解散 团队解散后 小钟沉寂了一段时间 又以谐心搞笑的形象再次重新出发 他早年在综艺节目大讲冷笑话 被大家称为冷笑话王子 也因此再次走红 2006年小钟和罗志祥 小鬼一起在节目娱乐百分百里 组成了团体单飞比较红 并上了其他的各大综艺节目 基本上那段时间 你只要打开台湾的电视 就能看见小钟的声音 他也成为了综艺红人 但在走红之前 他还有不少心酸史 小钟在小明星大跟班中自爆 之前的节目因为玩一个游戏失败了 更接受制作组的惩罚 没想到制作单位这时候牵来了一只流口水的大狼狗 并告知小钟 这只狗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甚至在大狼狗的碗里放一个鸡腿 让小钟在大狼狗面前抢他的食物 小钟当即表示太危险了 制作人还好心安慰他 你去拿的时候他要去抢 他要咬到你的瞬间 我会叫狗主人把他拉开 虽然小钟当时心里不太相信制作人说的话 但是为了节目效果 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由于狗主人的拉绳时间并不能算得十分精准 在小钟伸手抢鸡腿的时候 手还是不可避免的被狼狗咬了一口 对于这件意外的发生 制作人回应 和狗抢饭完有压迫性才真实 重点是观众爱看 这番荒唐言论惊呆了在场的嘉宾 纷纷表示可能会闹出人命 主持人吴宗献也直呼 你跟一只狼狗争什么 小钟出道20余年时间 据他描述 这也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危险的综艺项目 有次出外形时 被制作方要求大雨中狂奔 险遭雷劈 当时小钟穿上超人装在雨中奔跑 那天雨下得很大 小钟刚刚跑出去 下一秒刚好一个落雷就打在他的脚边 差点就发生意外 还有某次到纽西兰出外景 被安排体验喷射旋转快艇 可能因为有媒体在拍摄 原本说好转十圈 后来竟将旋转次数调到50次 转到后来小钟四肢失去知觉 一度认为自己可能会客死他乡 眼前跑起了人生走马灯 性向人生还有很多遗憾 至于遗憾是什么 小钟说是没结婚生子 但其实他如今已看淡生死 思考了很多后世的安排 现场公开自己选的遗照 表示毕竟是邪心 所以选用一张他在灿笑的照片 说遗照就是要用这种 能带给人家好心情的 而如果不幸过世 他有两个心愿 一个是不想多添麻烦 希望家人运用他的受险 帮他简单办丧礼就好 二是希望娟姐帮忙处理 将他的计消拿来孝顺父母 被主持人吴宗献大赞这样的安排 非常无私有大碍 小钟透露其实有亲笔写好遗书 在节目现场也公开念给大家听 他表示天下无物赛宴席 而自己的人生已到战 最感谢的是家人给的避风稿 尤其是爸爸 每回见面都跟他分享 邻居有人总说你儿子很红哦 让小钟觉得最欣慰的是 我可以成为你的骄傲 小钟还说小时候爸爸很开明 竟然带他去看牛肉厂 也会从中立开车到台北 陪他买乐器 谢谢爸爸帮他打造了一个人生的舞台 而如今人生落幕 小钟希望大家来看他都带着微笑 因为真的哭泣的人就是不懂他的朋友 他表示 把我想象我去旅游了就好 我在等你们 一番真情告白让现场来宾不禁红了眼 综艺节目千千万 而节目组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收视率 为了达到目的 运用各种非常规手段 疯狂和猎奇成为主轴 在一定程度上 观众和制作方都参与了这件事 双方都需要反思 该如何营造一个健康的饮食环境 事业上磕磕绊绊的小钟 情感上也非常坎坷 当初小钟得到吴宗献的赏识 成为shibidooby成员 碍于公司的敬爱令 担心当时的女友恐成累赘 竟然狠心提分手 这个机会我等了非常久 因为要以男偶像之姿出道 没办法和你走下去 没想到小钟以这理由分手惨遭对方诅咒 你长这个样子却说要当男偶像 你那个团体一辈子都红不起来 事后他坦言对这段往事懊悔不已 也承认分手理由真的太荒唐 但他也不忘开玩笑 还好有先分手 进演艺圈后才发现有很多很不错的人 话一说完立马被在场嘉宾围剿称 你真的是渣男 其实小钟经常会跟比自己年纪小的女艺人合作 也时不时会和一些女艺人传出绯闻 过去他曾经和女主播王一仁和女星英福交往过 英福近期在台剧《天之江女》中 事业爱上有富之夫的小三 角色不讨喜一开始引发骂声一片 但英福认为一切都是报应 直言一物刻一物刚好而已 在小钟和英福分手以后 英福也曾在节目中提到前男友小钟 他真的是我遇过男朋友里面很好的人 英福称小钟在荧幕前虽然搞笑 但是私底下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艺人 英福还称小钟经常会在家里认真地 花大量时间练习她在节目中表演的魔术 可以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至于当年为什么分手 英福表示两人性格不合 比较适合当朋友 有时候感情事就是很难说 因为很多人可能走了七八年 可是缘分尽了就没了 他认为没走下去不代表他不好 分手后两人经常在工作上见面 一点都不会尴尬 2017年得知英福结婚 小钟也为他送上祝福 可以说这两个人诠释了 什么是最好的前男友和前女友的相处模式 但是不久英福和豪蒙老公何浩毅 除了对生小孩没共识 对赛车骑车有太过热衷 难得休假只顾玩车 经过多次沟通还是没用 决定分道扬镳 不过离婚后他曾透露 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很开心 去年小钟曾在某节目中自曝 自己正在和自己小20岁的甜美女性约会 当被问及具体是谁时 小钟故作玄虚地说 还不能说 如果讲出了新闻就会很大 因此网友都在猜测到底是哪位女性 另外小钟还说和他约会的对象不止一个 大部分都是30岁左右 圈内圈外的都有 但说到自己的年龄小钟有些许黯然神伤 他说自己已经48岁 但那些女生都会担忧和他的年龄差 这让他的恋爱之路受到了不小的阻碍 但也有网友对他同时约会多名女性表示不解 虽然都没有确定关系 但同时和这么多人保持暧昧关系 确实不太好 小钟在圈内一向被认为是过着比较省钱的生活模式 但这几年他性格有些变化 他上节目时透露 有一次发现喉咙吃东西很难受 在网上查了新闻以后 小钟以为自己患上了食道癌 再加上胸口有点灼热感 于是很焦虑 他叫上朋友们包括沈玉玲 约到餐厅去交代遗言 最后经过医院检查 发现小钟患上的只是胃食道逆流 是虚惊一场 当时小钟表示自己有不少存款 不知道应该留给谁 所以决心对自己好一点 买喜欢的东西 大方的请朋友们吃饭 他还表示 现在在和我在一起的女生一定会很幸福 因为我现在超级大方 说这话时小钟也问了旁边的飞温女友林莎 跟她说出去自己有没有花过钱 林莎则表示没有 看来如今49岁的小钟 终于有脱单的机会了 也祝福这位黄金单身汉 早日脱单成功 恋情幸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